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受到廣闊低壓槽影響 香港今早有大雨和狂風內部 首先提醒大家 天文台在今早的6時55分 發出了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各位如果今早出門口之前 都記得要留意暴雨警告訊號的最新情況 另外亦都要留意外面天氣的最新狀況 另外現在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和雷暴警告亦是生效的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圖像 可以看到與港湖低壓槽相關的雲帶 現在是覆蓋著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 所以預計香港今日都會比較多雲 由雷達圖像中可以看到 一些黃黃橙橙 與港湖低壓槽相關的雨區 今早5、6時左右慢慢靠近香港 本港帶來一些大雨 如果根據最新的雷達圖像 可以看到香港仍然受著這些雨區影響 所以預計香港今日都會繼續有 眨雨和狂風雷暴 特別是初時的雨勢還會比較大 雨量方面 今早早廣泛地區都錄到超過50毫米的雨量 特別是大嶼山、上水和大埔的雨量 還是超過70毫米 至於氣溫方面 由於下雨了 所以去到7點多鐘 各區的氣溫普遍只有24至26度左右 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日會是多雲有雨 和有狂風雷暴 初時雨勢頗大 日間的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9度左右 吹微風 至於指望方面 預計未來幾天 我們都會繼續受廣闊低壓槽影響 香港未來幾天都還有幾陣驟雨 各位要注意了 今早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再見 拜拜